本身怕開車位 月租加多五成 怕在街上又怕被人抄 又怕被人搞 就連政府停車場車位 都要搶通宵啊 陰公 開夜車搶車位 遲無通宵排八個鐘 壞仔仔 是這樣的 這一個政府停車場 在荃灣出名租租租位漂亮的 對了 港鐵站旁邊 還有天橋接駁到我家 月租1800元 不算便宜 但就比區內其他車位 平一半有得 所以每個月23號 我和旁邊屋層仔 都會下去排車位 只不過近幾個月 越排越早 越排越多人 早幾天 街坊直接早一晚排隊霸位 做甚麼 去年我開始第一次來排隊 一個人都沒有 現在個個鬥了 我來做媽媽這些 見到兒子的辛苦 就來跟他排吧 因為兒子沒有車 所以沒有行車位 所以來這裡排隊為兒子輪車位 現在荃灣很少車位租租 所以這裡又近又方便 那晚 遲之跟他們兩個排了八個鐘 第二早七點半才開球 真是把幾火 最近有幾個停車場 在荃灣西鐵站附近 都沒有幾個難地的停車場 導致有一大批車主來到這邊排隊 自從荃灣運輸大樓停車場 兩年前停運 一下子少了超過700個車位 幾個難地停車場 又要收回來起樓 附近現省露天車場 一曬雨淋 越租到越二千元起跳 導致越來越多人過來排隊 欠車位 唉 不起樓又煩 起樓又煩 聽人說 荃灣現在的車位 比市區更貴的豪宅 不是吧 先看看下支檔新聞 命運自選台 阿當桑迪拿 魔法大變身 綻放搞笑正落量 今天 千里奇緣 旁邊